从这个法案的角度来看的话 立法院里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委员 都跟我有类似的互动 那如果这个变成是一个标准的话 那将来立法院大家都不要做事了 高宏安找来前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这一起开直播 反驳的就是这件 被网红四叉猫爆料和助理对话截图里 高宏安说宣董两点建议参考 宣董引领了直询话题 特助写了一篇脸书草稿还附著 这应该符合宣董期待吧 其实宣董长期以来 他对于截闭者保护法阳光法案 他其实都甚至是自掏腰包 是捐了一千万 有一些包含像是截图讲到说 什么宣董要过的法案 这件事情其实是被断章取义看图说故事 高宏安只提截闭者法案 但这对话截图里宣董建议的 还包含疫苗和满鱼雷 宣明至直播上说 跟三分之一立委都有类似的互动 可以去翻番对话截图 我觉得企业归企业 政治归政治 不管谁做任何的建议 重点是这个法案 不是为私 不是为个人 而是为公 宣董所谓的和三分之一立委有互动 于公还是于私 才是关键 选前倒数 新竹选战话题不断 双红之争更上演科技选票之战 科技大佬沈国荣 22号就现身 沈慧宏靖总 高宏安紧接的23号 晚间找薛明志开直播 较近一位 十分浓厚 三立顺帐号 一类碧香 新竹报导